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回到第二部份 達人在 有什麼話要講 上一集 我們本身留下一個 題目達人不夠時間講的 就是關於 一些古怪 和有問題 的領養家庭 我想問問這位 十九幾區的 動保專員大使 想問問你 我給你一個厲害的名字 十九幾區 宇宙最強 動保專員安彩 最美女的安彩 最美女最會吹水 動保專員安彩 我想訪問一下 你們去 去找一個領養家庭 其實有什麼盡質呢 盡質去到 看一下 當然不要住公屋居屋 農地放養貨倉 那些店舖看破 我們一定都禁止了 第一句我已經禁止了 接著要家房 家房又看一下住屋環境 居住環境 就算他說給養狗 其實我們進去集前都會問保安 究竟屋苑給不給養狗 接著去到就看 他對那隻狗的反應 那你很明顯看得出 究竟他親不親狗 會一來跟他玩 還是 但他裝模作樣怎麼辦 你演技方面 你會不會看得出 喂大哥 你金像影后嗎 是嗎 怎會看不出 接著 又看看那隻狗又對他 但你有沒有機會誤會了別人 我明明很疼舊的 但我只是那天表現緊張一點 不是這樣感覺到的 你的心 是的 是的 即類似 要看那個心 這麼深入 好 繼續 接著講到哪 你忘記了 看看他的房子 怎樣 要很大才行 那又不是一定很大的 你不要小到只有幾十尺 八多尺那些 正常有活動空間給他 那你就算其實小 即是房子小 即是當正常一間住得人的房子 那你都要定期帶他上街的 那你帶他上街 其實那個 已經相對抵消了 是家裡的空間很小 即是給他足夠的放電 給他足夠的活動 那運動其實是應該OK的 整個意思 是的 這些就是你們的準則 就是每個人都有差異 這件事 是的 就是又要搓一下他 究竟有沒有養狗經驗 又或者真的懂不懂 嗯 我想問一下 正常來說 那你的狗給到他 嗯 接著可能晶片要轉他的名字 那些什麼 那通常是什麼時候會轉呢 立刻轉還是轉一輪呢 你要看多大隻 即假設我們撿到寶寶 可能只有兩三個月 那針都沒有齊 那就沒得進晶片 嗯 那就收他的按金 即是我們會退回給他的 那因為 即是一開始 那他要領養 最先收個按金 嗯 那個按金是給… 打針 絕育 這樣 你們先給了 我們先給了頭一針 接著第二針 我們都會收回按金 那他打了第二針 把收據還給我們 就退回錢給他 對 那就退回錢給他的 絕育也是 即是你們收按金的餘意 是要逼他打了他 是 OK 是 那打完第二針之後呢 接著怎樣 那再打第三針 即在下他們打第三針 那就可以順便 但是第三針就不用按金了 沒有了已經 即是你們相信他會打第三針 對 可以這樣說 那如果他不打呢 那很難不打 因為進了晶片 很難不打 不打 不打 那接著怎樣 接著就 打第三針之後 就馬上進了晶片 是 順便進了晶片 那如果隻狗有晶片的話 那當然還是先轉到我名下 那 如果有晶片的 其實我們會觀察他幾個月 那如果整件事OK 有定期 即是怎麼說 總之整件事OK 我不懂得清除 對 那就先轉回他的名字 就不是說 立刻你領養就可以轉 好了 那我又問一些 尿痞一點的問題 我們等下再說 他遇過什麼古怪家庭 我想問一下 那你們都會去檢查他的 即是檢查他的 看看他養成怎樣 會 會 那如果有一些不合格 即是你們有意欲 是想拿回一隻狗 或者貓 但是已經轉了名字給他 其實我們 那你們是沒有權力的 其實我們有份領養 其實轉了名字就真的難些 但其實我們領養書下面 都有簽了一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覺得有些什麼 譬如你對這隻狗真的不好 或者有虐待牠 總之令到牠生活條件不好 那我們都是有權拿回 即他們有簽了一張 即是白紙黑紙寫下 OK 即是說拿回來 其實牠不給也挺麻煩的 那寫也要寫的 唯有打死牠 或者殺了牠 寫也是要這樣寫的 那好吧 那跟著我們就講一下 那你 作為這個十九幾區 動埔 宇宙最強最漂亮 宇宙最強最漂亮 但是最喜歡吹水的動埔專員 那你遇過一些什麼 一些家庭去到那裡 發生一些特別的事 令到你不給牠們呢 那隻動物 特別的事 多些例子 例如那間屋 關於牠的職業 關於牠的態度 有 你說是要去到先的 去到來說 先說未去到先 未去到有一個 試過聯絡我 又說沒有Whatsapp 跟著又說工作時間不長 即是不長 長是延至哪個長 我聽過是不舉 工作時間不長 就是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上班 對 跟著工作又寫不長 這個很奇怪 牠的名字都寫了筆長 對 這個很奇怪 一來已經禁了牠 跟著一些本身正正常常的 即對答正常 但是呢 幸好加了Facebook 跟著一加到Facebook 我們正常會看牠的相片 所有東西 加了朋友 看一些片 跟著一按下片 看到牠是 不是歧視 看到牠是 即是 是歧視那怎麼辦 對 自言自語 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跟著又在那裡 突然對著空氣罵人 那些人 那些人 在說我 在說你的空氣 對 看到這個 有一點點異常的人 那我們就馬上Bang 但其實 都是說回各位要小心點 各位義工 因為 有很多人 都是對答很正常 跟一個普通人沒有分別 即是真的要加了去做Facebook 朋友 你看回牠的東西 才知道 才知道 有這麼大惑 其實我不加到Facebook 我應該去做家房 是 那你們都是為了自己 再節省多點時間 因為 阿朱阿狗都去做家房 真的不能有空 是 那 如果真的 不是遙控 即是去到 才發現 有什麼特別的情況 你是最深刻 近期最深刻一個就厲害了 那去到 那 那 他沒有說過 他有說過有養少少爬蟲類的東西 對 那爬蟲類 沒有去去 有養蟑螂的那些 經常都養蟲類 即是我覺得 很棒的有蜥蜴 可以走去玩一下 還是懷著一個興奮的心情 然後去到 突然間入到他的房子 就 看到有幾缸的東西 然後幾缸的東西都算了 放在桌上 有三缸 就這樣眼見那裏 是三缸龜 接著每缸有 有不知幾隻 即是六缸那些 接著又有 很大隻 那些龜 在缸裏面那些 就小小隻 噢 接著 眼前那個音樂 有小小小的色役 兩隻 接著又有些 很噁心的 多過四隻腳的物體 接著 我以為已經結束了 在那裏 幾缸的東西 都想著再看看其他環境 有問題 對 就是小小問題 怎麼都有 始終這麼多 接著 轉過頭 轉過頭又有一缸龜在那裏 那隻又這麼大隻 那好 接著我問他 你究竟還有些什麼 接著他就在梳化旁邊 搬了四箱蛇出來 接著 接著 我看見那些蛇這麼可愛 我就走去搖一下 按一下 但其實我心裏已經斷了他 但叫做照玩 我說 你四箱蛇之後 應該沒有 接著他就帶了我上天台 天台那裏又有五隻大龜 這麼大隻那些 接著 有龜都不是問題 還要臭到傻的東西 你看到你五隻龜 總之加上十幾二十隻東西 那你有沒有問他 你有沒有問過他 這些你是怎樣拿回來養 還是怎樣 你有沒有問過他內容 本來有人棄養 而他就拿回來 不是棄養的 他自己喜歡這件事 是 那你有沒有問他 為什麼要領養這隻狗狗 他說喜歡狗 接著 說可以經常跟他跑步 不用那麼悶自己一個跑步 其實最初我聽到這件事是很好的 因為可以和那隻狗運動一起跑步 那我又覺得他沒錯 難道跟那隻龜一起跑 所以其實我聽到是OK的 就這樣對答來說 但一去到他就說要臭到冤 那你覺得那隻狗 你覺得如果那隻狗住在那裏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 問題會在哪裏呢 首先地方已經沒有什麼 地方沒有什麼 對 已經被一些所謂的桿已經佔據了 家屍的桿 那跟著 那條樓梯是很不直的那些 即是很直 九十度角 那隻狗上樓梯 基本上是很大機會滾下來的 是 跟著 臭 衛生環境不好 即是除了在龍肝裏面 餵一些蜥蜴食那些 所謂 不知是不是蟑螂 很噁心那些 我見到地上都有很多小小粒的東西 跟著 人都瘋了 簡直是去到 那 我又最怕那些多過四隻腳的物體 那些肝裏面那些全部多過四隻腳 又小小粒 跟著我已經很想走 你作為十九幾區洞保 又漂亮又粗細細的大使來講 其實你應該要很愛護他們的 你要愛護一切的生命 我不殺生的 但我害怕而已 他在這裡我不會殺他的 害怕而已 那好吧 這個最後都被你們殺了 當然我們不會即場說 你不行 即是說我們再看他 但你不給他的時候 他有沒有再打電話問你們 他有問我義工為什麼 是為什麼的 跟著那個義工就跟他說 說回剛才上屬的情況 你會讓他知道 你不適合養狗 因為始終你這麼多東西 照顧不來 衛生環境又不是那麼好 就是這樣 那但是他有什麼feedback 就是說他 也是在說照顧到的 一定 一定是可以 但是他會不會經過這次的經驗 下一次再辦事 其實很難辦的 你都 都搬開了 哇 這麼大堆東西很難搬 那倒是 根深太固了 那好吧 還有沒有遇到什麼 古怪的 即是你們blend了那些case 哇 一時間想不起 其實每次都很多 不要緊 剛才那個都很經典 是啊 你拿完一隻狗 譬如我們特意拿一隻狗過去 給人家房 那家房順便去對一隻狗 接著是上次特意去到 哪裡啊 東涌 即是特意開車去東涌 給人家看的 接著 順便去家房 接著 那兩個領養人 那個女兒 就這樣 全程在這樣 老爸又跳了手 那其實這些是 所謂的感覺 一看就知道他們不適合 就算怎樣說怎樣說 家裡再環境幾好也好 其實這些都是bang的 為什麼他又要領養呢 但是他如果有這樣的舉動 其實他是不是不會表達自己 正常點都摸兩下 即不會說無緣無故繞了手 又行 是啊 所以叫你講一下這些 不給他的原因 那還有就是 達不票那些 即是給了他 你以為他好人好 然後後來 都是打電話 不肯要 那些又是什麼 有很多 講那些狗B 本身整群結隊 你知道我家裡幾恐怖 突然間 無緣無故領養了一隻 只剩下自己一個 那一定會害怕的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講過很多次 就是說 你領養了回家 起碼都會叫幾天的 沒可能不叫的 在那裡哭 那些人就說OKOK 沒問題 但是最終 也有幾次是退回來的 就是說叫得太大聲 要不就被人投訴 要不就說自己家裡聽不信 那我說 其實我也有講過 你不如試一下拿他進房 那會好些的 起碼有人陪下 那他又要放在廳 又不拿進房 那沒辦法 基本上第二天就退回來 那些應該沒養過狗 有養狗經驗 別來這麼低能 然後又說 咬爛東西 試過 試過有一隻 我家裡的狗Coffee 第一個主人遺棄了 接著去到第二個主人 我也跟他說了 一定要會咬爛東西 接著 咬爛了他無數的東西 最後咬爛了他的車 他那一輛波子 接著就退回來 那他跟我說 咬爛死他 對 他跟我說咬爛鞋 咬爛牆不是問題 你不要搞我的車 你一搞我的車 就真的不行 想第一 大哥 他不跟你們 就是他自己 他懂的 他做了你的主人 第二就是 喂 每隻狗有每隻狗的皮性 你知道這隻狗喜歡咬爛 你一定要想很多事情 防範他 第二件事就是 大家我覺得都很搞笑的 你們一方面又要扮好 很有愛心 很想為社會出一分力 很想彰顯你那個愛心 很想行善即得 但是 其實你們的做法就是 要選一隻 不能懂得動 乖乖地 總之你入它過來 很可愛 你入它就過來 你讓它坐著坐著 你要找一隻機械人 你要一隻機械人 你要一隻機械人 他們是動物 有生命 有靈魂 你不要說狗 你叫人 都未必可以 即未必個個都怪 通常你說很乖 坐下 叫人叔叔 叫出來叔叔 叫出來姐姐 這些事 一定是白癮癡 大過一定是沒有前途的 叫叔叔 叫你老母 即是 同一個原理 所以 希望你們包容多些 對這些動物 因為你們不養 或者狗仔拿到回去 你搞一輪再拿回來 它又大隻了 大隻了又難出的 那些靈養 所以大家 聰明一點 今集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又差不多了 其實都幾好 那 有些內容 因為我們發覺 有些新聞 又可以說一下 其實想問 因為現在 如果真的touchwood中了 除了人要隔離 那些貓狗也要隔離 有沒有想過 即假設 貓狗要隔離 是有人說過嗎 我不知道 還沒中過 拿去餘記那裡隔離 在港珠去大橋 是嗎 我還是不知道 你有沒有想過怎麼辦 我沒有想過 我中了 我第一時間去做什麼 反而反過來 我第一時間 我找趁家 不斷吐口水 瘋狂吐 或者不斷吐口水 有一個水槍 吐口水 瘋狂吐口水 瘋狂吐口水 我第一個射你 好 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回來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不讓我們拜拜 走了 保持住 沒問題的 那 等他回來 都不承認 拜拜 等一會兒就收了 那 因為沒辦法了 真是辛苦 我們營養員 因為他一個人 是兼兩邊的錄影 因為他 我們認愛的其實 我們 有沒有要出去叫他 我們有分一二台 另外一邊就是 台長 你在說話別人聽不到 台長 台長 在另外一邊 又在做另一個節目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不能做Facebook Live 也沒有一個YouTube的Live 原因就是因為 兩個只能 每一個都在同一個空間裡 我們當然是 我們當然是 會是後者 就是我們 不會是 可以擁有先 也都正常的 但是我們 都不太在乎這件事 因為 在我的立場 都是做我的聽眾 觀眾都是 看YouTube多的 從播到的 除非有些特別的 才是 宣佈Live 我覺得 對 差點忘記了 有一件事 我也覺得 要講一講的 因為最近 跟Ken 談過一次的例子 因為之前 聽過一點點留意 我都會開過直播 講一講 有人說他 跟我說 又說他欠租 然後又說 他的陣營裡面 有一些政治成分 在這裡的人士 被人罵 那樣 然後 我也沒有特別問他 那天見到他 我就說 他又在那裡 因為經常都發生 我怪不得 什麼特別的事情 經常都有 我說他要催你 又說什麼 欠租 我說是 這次沒有了 死定了 這次是 不行的 那我就 他沒有告訴我 我自己撩他 他說這件事 沒有人知道 不過呢 就有人特意放風出來 這也是真的 就是關於 就是我問了他一些 原來 都幾嚴重 是無手 這次一定要倒閉 一定要倒閉 那 如果大家 就是想 問他問題 那我會跟他做個Live 那我就收集一下大家的問題 先 那令到 令到 我可以一次過跟他做個Live 問他 那 他又不說了 不過我會控告他 就是這樣 那回來了 那下集再見 拜拜